世界杯16强阿根廷迎战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梅西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千场比赛 本场比赛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刻 梅西打进了生涯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 并且频频送出妙传却被老塔罗一再辜负 最终凭借着门将马丁内斯神级扑就 将比分定格在了2比1 赛后梅西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道 我们原本掌控了比赛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早地终结这场比赛的悬念 但最终澳大利亚还是找到了机会 不过马丁内斯挺身而出疆 那球扑了出去 我认为功劳都应该归他 要不是马丁内斯我们会遭受更多的苦难 我非常高兴获得胜利 我们又进了一步 胜利的感觉真的很棒 这场比赛结束后 据统计梅西1000场比赛里 共斩获789例进球和348个助攻 2004年10月16日梅西在巴萨迎来了首秀 此后为巴萨效力的18年里 共出场778次打进672例进球 献出269级助攻 2021年来到巴黎的梅西 共出战53场比赛 打进23例进球和28次助攻 为阿根廷国家队出战169场比赛 贡献出94例进球和51次助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nel确认 3标准